就直接这边输入上去 那我就直接让它 run 一下 理论上如果这边 OK 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 save 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关键的时刻就来了 就是直接 run 一下看有没有成功 如果一次成功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没问题 如果一样我就不改 Enter 看看 这个应该是过清 过清的话应该会 这边 其他的部分的话 那有没有地方 save 它 其他不用改 看看地方要改的 setting 这个本来如果都有的话都 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加一个过了,image 再串过来 OK 那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那没问题的话呢 就把它怎么样 重新再跑一下 那如果有问题 奇怪,为什么没有 检释一下原始码,看看 诶 哦,有没有 错在哪里呢 想说奇怪,怎么不会动 因为在这边有没有 要一个什么呢 斜线有没有 因为你图档后面要一个斜线 然后加一个大鱼 有没有 所以我这边少串一个东西 所以有错没有关系 一定要以后要学着 怎么样把错误给解决掉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以后错也没关系 你可以 再把那个东西加过来 所以这个后面 它一个结束嘛 所以结束的话一定要怎么 串一个 这个斜线 然后再加一个大鱼 这样子 OK,好,把它Safe一下 然后再重新整理看看 我觉得那应该 就会正确了吧 诶,出现了 有没有,OK 所以有错没有关系 常发生的 谁不可能 谁可能一次就做对吗 你没有那么厉害吧 OK 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 你做错了 你可以马上知道哪里有错 这才是比较厉害的 OK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就过轻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再把体重增加一下 如果166 然后体重大概60的话 它应该会跳哪一个呢 标准 哇 这一张怎么样 哇 哇 哇 如果再多一点点呢 如果70公斤的呢 过旁 有没有,就长这样 然后再80公斤 OK 那它会跳啦 轻度 一直在推 OK 不过这边有一个缺点 我们现在输入 全部都在这上面 所以待会应该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表单 有没有 BMI 请输入那个你的身高 请输入你的体重 这样的话会比较friendly 再来的CSS 这个地方请各位试一下 CSS 所以字的话请各位 再把它变得漂亮一点 我在那个云端上有放就是 再加上CSS 那CSS这个 我在这边有放底下 这个第一阶段 增加图片 刚刚讲的 刚刚这一行 最关键就是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 我会把它放这里 尽量放大一点 这这么大 OK,看得到 你就把它贴过去 一次就对了 因为之前也曾经卡在这一行 卡非常久 一直找不到问题 奇怪为什么 就是出不来 再来的话呢 就是加上CSS 不过如果要加上 CSS 恐怕我们刚刚 因为我们刚刚输出的部分 用的是 Response.write 那前面加 Hallow 4 是怎么样 是先加一个templates 加一个样板 然后再把CSS 套上去 所以这里有没有办法直接套 CSS 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 如果不行 那你恐怕你要怎么样 再加一个templates 也许是bmi.html 然后再把那个 CS 把它挂上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再加上 CSS进来吧 反正一个网页上面 该有的 我们一定要有 然后让它 呈现各式各样的变化 那以后你遇到什么情况 你要接一个专案 来做什么 该有的都有的话 应该你要做就不是 那么困难的事情 OK 甚至这些东西 如果你学会的话 那以后你要 你考虑在家工作 其实也OK 在家接case 你根本不出门 甚至你不一定要在家 蛮喜欢的角落 你把case交好 传给对方 他要给你该有的费用 其实也蛮不错的 OK 好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图部分再加 再来的话 想想看CSS CSS也没办法再把它加 加进来 CSS该怎么加 好的 我试里面有讲到 而且你可以再把那个 有没有 我希望把那个 BMI跟评语的文字部分 让它变漂亮一些些 这地方该怎么做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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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